那王浩大哥我们前一段节目当中比较了川普跟郭台铭的差异 川普在美国内部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他主要的事业都跟不动产跟土地开发相关 而且主要的开发项目都在美国本地跟本土居多 然后呢他在2016年的竞选过程当中是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美国优先让工作跟投资机会都回美国 所以他希望iPhone也回美国生产 然而呢郭台铭郭董他今天的财富是三角贸易赚来的 而且三角贸易这三角正正恰恰好就是美中台 他在台湾接订单他在中国大陆生产主要出口到美国 而他代工的最指标的产品就是iPhone或者iPad 那于是乎呢郭董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是台商企业 在全球化产业链分工过程当中极大化的最成功案例 然而他如果投入政治领袖的选举的话 那么对美对中以及对中国事业的交代 这个社会跟投票人口就会打上一个问号 对他们两个人的比较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但是差异真的是非常大 他们两个人都是白手起家 自己做出来的这个巨富的商人 但是差异的话你刚才有提到了 就是川普他个人的财富95%以上都是在美国境内 所以他的整个政策 产业政策经济政策都是以让美国重新伟大 美国优先把工作机会拿回美国 这样一个出发点 但是这个郭董的话 他的整个财富的7%80%都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我刚才说他的整个这个政策的导向 就是说在中国做制造 然后以中国为发展中心服务这个欧美市场 所以刚才馆长也说了 他在中国雇了一百多万人 但是他在台湾只雇几千个人 所以这样的差别 不光是这样差别 最近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 大概半年多以前 他跟珠海市政府签了战略合作的协议 要在珠海投资90亿美金 做芯片 做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事情 基本上本质上就是跟珠海政府合作 去抢台积电的生意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是对台湾台积 半导体产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那么他如果当了总统 这个他要怎么发展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 所以我觉得他 他如果当了总统 以晶片的产业来讲 他要台湾优先吗 要台湾产业升级吗 要不断的跟流台湾吗 还是要扩大中国的半导体事业的投资 郭台铭他的整个企业 富士康在中国有将近一千多个中共党支部 有将近三万个中共党员 比馆长刚才讲的要多很多 馆长以为他只有几百个 实际上他有几万个中共党员 那这个跟这个川普的一个很大不同 川普当然他的机构里面也会有 有共和党有民主党的党员 作为他的员工工作嘛 但是郭台铭的他的这些党支部和党委 是专门为富士康设立的 他不是说珠海地区党委 或者是这个深圳地区党委 他是每一个子公司里面都设立了党委会 设立了党支部 设立了非常具体的党的活动 而且最近他们又成立了一个党校 专门为富士康集团培养共产党干部 好像黄埔军校 就是黄埔军校 他叫这个中共富士康党校 这些党校都是富士康的员工 加入共产党 然后在富士康的中共党校接受培养 然后在内部可以获得提拔 郭董在整个共产党 在富士康集团的运作是全面配合的 所以他们完全是公开化的 而且他是所有台商在中国企业里面 第一家公开的让中共党委挂牌运作的 那么所以他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了 2001年开始到现在了 那第三一个他们两个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他们产业的结构性质有蛮大的差别 因为这个川普他的财产主要是房地产 房地产是一个以项目为主的 他做完这个房子这个项目 他就去做下面一个项目 所以他是一个完成型的状况 而郭董他是产业生产线 而且是全球分工的一个产业链 他是长期在那里做的 那因此他的整个这个管理的方式 要是一个每天的非常强调 他的这个军事化管理的一个理念 他对于员工的管理 他对于整个管理层的控制 是非常的所谓高效率高均质化的 那所以才会造成在 在他的管理下有许多年轻人亲身嘛 这样的案例嘛 虽然说这个这几年变少了 他有这个采取一些措施了 有改善一些状况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工厂的管理造成工厂的员工的工作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那这种状况如果他把这套管理拿到台湾来管理政府 管理国家的话 那台湾人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我看来 我问一下汪浩大哥 我这两天阅读到美国的这个国际新闻当中 讲到其实已经封杀了三四十个中国大陆知名的学者 然后再来老共也封杀白邦瑞的签证 白邦瑞出现在本节目好几次 包含他这个知名的著作 然后也包含他过去有哈德逊研究所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背景 所以美中的对决跟角力跟互相封杀黑名单 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严重 对我一直认为这个观点我已经有一年多了 实际上美国跟中国是一个全面的新冷战 他这个不光只是贸易战还是从这个科技学术情报文化 外交政治军事各个层面都展开这个斗争 那这个斗争而且是全球性的 因为你看无论是一带一路在这个甚至这个南美洲 都发生了巨大的这个斗争 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欧最近去南美洲开会嘛 他也公开的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些政策 警告南美洲国家不要落入中国的这个债务圈套 然后中国驻智利的大使 在智利的报纸上登了一整版的信 公开痛骂这个蓬佩欧 就是这种就是中国大使跟美国国务卿 在第三国的媒体上公开的对阵 这种事情是前所未有的